这个女人神色慌张 不停地打量其他人 还时不时看着窗外的车子 因为她就在刚刚 她被轻微的呼救声吸引 扫去车窗的宝雪 一个女孩被捆得严严实实 条件反射使她想要开门救人 却怎么也打不开这个车门 于是她拍下车牌号 便回到了休息区 暴风雪下使他们困在了这里 因此女人可以肯定 在这几个人当中 隐藏着穷凶极恶的绑匪 就在这时 老头提出了打扑克消耗时间 女人想着可以趁机观察他人 也加入其中 这个老头年轻时候是个佛波勒 这次是和他的妻子出来旅游 长发哥看起来显得局促不安 胡子哥则是十分热情 看起来长发哥比较有斐面 女人很快将目标锁定在长发哥上 她借过来到洗手间 想要报警求助 不料大雪封山 手机一点信号都没有 她只能编辑短信发送 这样等到恢复信号的时候 短信便会自动发送了 这时对面的木板呼呼作响 女人撬开了其中一块 原来墙上破了个洞 女人趁机溜出房间 拱着身子跑到了车子旁边 用工具撬开了车门 她爬到女孩身边 正准备给她结绑的时候 开门声在此时传来 女人只得拖起一旁的毯子藏了起来 车门打开后 进来的果然是长发哥 她是怕女孩在车上了 给她来开暖期来的 随即又返回服务区 准备给她带些零食过来 女人却看到长发哥腰间 别着一柄手枪 等到长发哥走后 女人不敢轻举妄动 她得回去寻求帮助 于是起身安慰女孩一番 将把刀子留给她 自己先离开了 长发哥返回时 却发现了雪地上的脚印 而刚刚在房间里 除了女人 其他人都在一块 长发哥瞬间明白过来 有人发现了车里的一切 而这边女人刚回到了女厕所 胡子哥便找了过来 原来是她消失太久 胡子哥放心不下前来找她 女人正想把事情告诉她 不料长发哥却在这时闯了进来 她只能集中生智 跟胡子哥亲热起来 暂时打消了长发哥的疑忆 等到她走后 女人跟胡子哥合盘拖出 两人商量决定 由她去解救女孩 而胡子哥拖住长发哥 可是等到女人来到车上 撕开女孩的绷带后 却被她的一戏话吓傻了 原来绑匪不止一个 果不其然 胡子哥和长发哥一同出来的 眼下只有甩开他们 女人才有活命的机会 她一把冲进树林 果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女孩趁机割断绳子 晕倒在了房子旁 被老头发现带回了房间 而女人来了个声东击西 丢出石头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也趁机跑回服务区 立刻将一切告诉给了老头夫妻 他们拿椅子抵住房门 放下窗帘 胡子哥二人也在此事回来 他们忌惮老头以前是佛波勒 怕他手里有枪 双方就这样对峙着 而就在这时 女人方却出了一个叛途 这个老太僵硬地扭着身子 而旁边一旁的女孩 却露出一脸讥笑 时不时地指导着动作 还将整个过程露了下来 殊不知她即将为这个行为 付出惨烈的代价 两个蒙面人突然闯了进来 女孩拼命朝她呼救 楼上的老太却冲而不稳 原来她才是绑架案的策划者 而她服务的家庭是个富裕原家 缺钱的她从网上认识到绑匪 为他们提供创造机会 如此一来 既可以教训一下嚣张的女孩 又可以获得一份丰厚的赎金 不料绑匪在半路上发现 女孩有着先天疾病 如果不按时用药 就会有生命危险 他们只得给老太打电话 要她赶紧送药过来 否则一旦路上出事 他们就得人踩两空 只得以外出旅游的借口 哄骗丈夫一起出门 好不容易追上了绑匪 不料暴风雪阻断了道路 他们被困在了服务区 可眼下女孩醒了过来 认出了老太的身份 在丈夫错愕的眼神中 老太选择了背叛 女人也立刻明白了过来 他们之中出了内鬼 可是老太并没有给她反抗机会 率先拿出房廊喷雾 一把喷向女人的眼睛 随后不等丈夫反应过来 拿开椅子移出障碍 就这么把绑匪放了进来 他们强迫老太为女孩打药 老太此时还在天真的以为 绑匪带走了女孩 就不会为难他们 自己还能如约拿到赎金 可是下一秒 胡子哥却果断地抬起手枪 一下干掉了自己的丈夫 老太痛苦地哀嚎着 拿起喷雾冲向了她 却被一旁的长发哥拦住 胡子哥也没心理 一枪射向了老太 老太爬向了一旁的丈夫 抓着丈夫的手 为她的贪婪和懊悔深深哭泣着 不过胡子哥并没有打算放过她 走到身后抬手就是一枪 而这时 女人看到了一旁的防狼喷雾 瞅准时机快速爬了过去 一旁的胡子哥却箭步如飞 一脚踢开了女人 俯身捡起了喷雾 至此 女人没有了任何反抗手段 面对持枪的胡子哥 还有一旁马上恢复战斗力的长发哥 她究竟能否逆风反抗 还是如同老太一般 男人把女人抵在墙边 对着女孩的手臂 拿起射钉气一枪 便把女人钉在墙上 女人泄丝底里地反抗着 但是很快就安静了下来 手腕上剧烈地疼痛起来 使得她只能咬紧牙关去适应 男人带着同伙去处理伤口 她则趁机想要拔出手臂 可是越是挣扎 鲜血就加快往外流 但是钉子却仍纹丝不动 伤口撕心裂肺的疼痛 终于使她痛哭流涕 但眼下如果不顺利逃脱 等到男人折返回来 留给她的死路一条 女人注意到了一旁的锤子 拼命地抬脚想要去够她 奈何怎么也够不着 她求助一旁的女孩 女孩最终还是战胜恐惧 缓缓爬向女人身边 将锤子交给了她 就在这时绑匪走了出来 开口询问被她藏起来的钥匙 女人自然不肯告诉她 胡子哥却掏出她的手机 把她母亲去世的短信给她看 随后抓起女孩的手 想要把她也钉在地板上 女人的情绪率先崩溃 她只能将地方说出来 胡子哥把枪给长发哥 要她看守着他们二人 随后自己出去寻找钥匙 女人此时却发现 长发哥是个雷声大雨点小的人 他让女孩去关灯 果然如他所料 长发哥只敢在一旁威胁 女人趁机拔出钉子 等到长发哥把灯打开时 女人一锤砸向了她 长发哥听到了里面的动静 知道里面出现了状况 抬起射钉器谨慎地走了进来 只看到女人拿枪抵着长发哥 女孩却从一旁冲出 一锤砸向胡子哥的手 慌乱中胡子哥扣动扳机 钉子却直接射在了长发哥的脑纹上 女人趁机带着女孩跑了出去 胡子哥却正在了原地 听到外面车子启动的声音 顾步地哀伤 抬起射钉器一顿损射 钉子扎破了汽车轮胎 车子一头撞向一旁的路灯 胡子哥却不急着去抓人 点燃火柴一把烧掉了房子 女人此时挣扎着 藏起了地上的螺丝刀 警察却在这时赶到 胡子哥假装路人朝他呼救 而女人却在这时候下车 一枪把他打倒在地 这下在警察眼里 女人反而成了嫌疑人 也被一枪打倒在地 胡子哥趁机捡起女人的枪 一枪干倒警察后 起身对准女人 不料这时候没有子弹了 她转身去取警察的配枪 女人则趁机握紧螺丝刀 等到胡子哥拿枪抵住她的脑袋 准备羞辱一番的时候 一下扎进了她的脖子 根据反派死于话多定义 女人成功地活了下来 她挣扎着爬向了警察的尸体 拿起呼救器进行求救 满天雪花逐渐吸疏 不远处的雪山露出踪影 拨开云雾见月明 只是残忍的真相并不会被暴雪覆盖 而抹开的真相往往更加残忍 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